為了對抗新型冠狀病毒 全球各個地方都有打疫苗這個措施 但是近期網上流傳 見到現在的打疫苗方法是 你有沒有打疫苗針 就是你有打的 但是你是沒有注射那些疫苗下去 這些朋友打完之後 假設如果是疫苗護照通過之後 你打了兩針就有疫苗護照 這些國家就比較難以信服 網上流傳就是說 因為印度疫情爆發 會不會是印度 或者有些在網上就查閱到 其實這裡是墨西哥來的 首先我們就看回這個駕駛人士 他現在打針刺下去 他是沒有注射 就拔出來 然後就黏過藥水膠布 這樣就完成了 另一個又看到這個老人家 現在捏著肌肉 又是刺之針頭下去 然後刺下去 他是沒有注射 然後就這樣拔出來 然後又是這樣用直壓止血法 來黏膠布 然後這個也是 這位人士 通常打針都不會看他有沒有注射 我們打疫苗下次記得 要親眼看著他 是要注射一些疫苗 其實你說假來說 你注射葡萄糖都可以 葡萄糖都可以 這張照片在網上查閱到 他就是墨西哥來的 近日瘋傳 好了 就靠大家自己去查閱一下 核實一下 多謝大家